你好,今天是2021年11月5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茅台原董事长袁然国受贿案以审宣判 被告人袁然国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超过1.13亿元被判无期徒刑 啊,没听说过袁然国这个名字是吧 其实很多人都没听过 但在中国白酒史上65岁的袁然国 那可绝对是个标杆性的人物 在43年的职业生涯中 袁然国从一线支酒工人一路做到董事长 并亲手把茅台服上了中国白酒老大的地位 在他担任董事长期间 贵州茅台集团营业收入增长了48倍 净利润增长了68倍 今天贵州茅台市值高达2万亿人民币 不但位列中国股市第一 更是全球奢侈品行业内的冠军 就是一家卖白酒的企业 市值甚至比号称宇宙行的工商银行还要高 不仅如此啊 逢年过节想要为家人买一瓶茅台 却抢不到的时候 是否会感到疑惑 这为什么似乎所有的货源都在黄牛手里 买一瓶通常要加价上千块 茅台乃至整个白酒行业的暴力 其实全部都写在了原人国的判决书里 今天咱们就来探究一下中国白酒行业里 流淌着的那些罪恶与暴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的白酒行业的江湖格局可远不是今日这半 40年前 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代大哥 当属来自四川的卢州老教 1958年 食品工业部以卢州老教为样本 制作了中国第一本白酒工艺教科书 1979年 卢州老教又受到了商业部 勤工部等多个部门委托 开办酿酒工艺培训办 上万人争相来到卢州老教工厂 参观学习 卢州老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黄埔军校 在政府的扶持下 卢州老教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1978年 卢州老教的年产量达到了1.6万吨 而彼时的茅台五粮业 年产量还不足千吨 据茅台的老厂长邹开良说 当时的茅台酒厂还是一个连连亏损 生产落后的小作坊 在卢州老教等行业大佬的挤压下 当时几乎是走投无路 然而随着变革的大时代来临 白酒行业也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 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一个挑战者他就横空出世 他就是山西焚酒 说这80年代末 当中国人逐渐实现温饱时 白酒开始成为普通家庭饭桌上的必备物品 民众消费量已是爆炸式增长 然而此时民众的收入又相对有限 因此哪家的酒厂能率先降低价格扩大产量 谁就能在行业内成王 正是这个特质造就了山西焚酒的一代盛世 相比于卢州老教 焚酒的生产没有地点的约束 生产周期短按成本地产量又高 为了夺取客户 80年代末山西焚酒 掀起了一场名酒变名酒的运动 通过大幅降价增加销量 渐渐的更连接的山西焚酒 开始取代卢州老教成为白酒江湖的第二代王者 从1988年起 山西焚酒的销售收入反超卢州老教 此后连续6年位居全国食品饮料企业之首 1994年 山西焚酒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被誉为白酒第一股 同年5月 不服输的卢州老教也在山湛交易所上市 至此 白酒江湖新旧王者的争霸正式拉开 卢州老教山西焚酒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并一直贯穿整个90年代 然而 两个意外事件的降临彻底打破了白酒行业 双雄争霸的格局 说 这1997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亚洲经济的寒冬也北上蔓延至中国大陆 国家展开了大道阔府的改革 百万国企工人大下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伤痛 而对于白酒行业来说 由于购买平价白酒的主力人群 普通工人们收入 骤降 白酒行业也是随之进入了寒冬 更糟糕的是 一年之后的1998年 山西爆发了战惊全国的甲酒案 不良商贩为了牟利用工业酒精勾兑白酒出售 最后造成了上百人中毒 27人死亡的恶心事件 山西甲酒案曝光后 行业老大山西焚酒虽然是无辜的 却也因为同处山西被卷入民间渔人的漩涡当中 山西焚酒收入由1997年的4.5亿元 下降至2.5亿元 接近腰斩 为了求生 山西焚酒选择继续降价 与同行们打开了价格战 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卢州老教仓促应战 开启了降价潮 大佬打架 小弟躺枪 就连一直走在高端路线的茅台 也扛不住竞争压力 当年选择降价30% 然而在这个生死关头 另一个白酒品牌五粮液却逆势而行 坚持不降价 五粮液敏锐的觉察到 在这个白酒行业 山陷质量危机的关键时刻 不降价保持自己的高端定位 才是脱离民间舆论质疑的最好手段 反而会让消费者觉得质量过硬有保障 而那些为了求生盲目降价的白酒品牌 面临着质疑声只会越来越大 在购买者的心目中 这些廉价酒最后甚至会与劣质酒划上等号 以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 五粮液的历史抉择无疑是正确的 以1998年为分水岭 坚持不降价的五粮液 成为了中国单瓶白酒最贵的品牌 同时也晋升为销售额最高的品牌 五粮液这位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三王者已然崛起 此后的数年是五粮液最为风光的时刻 1999年五粮液进入国宴抢到了国酒称号 其广告打入新闻联播 五粮液为您报时 成为电视机前亿万国人的共同回忆 2000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前50的公司中 消费品行业只有五粮液和卖冰箱的孩儿 然而彼时的涮风涮水的五粮液 却因为太过贪婪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 90年代五粮液通过巨额投资实现了三次扩产 把年产能提高到9万端水平 是同期茅台酒厂的20倍 为了消化过量产能 五粮液大量推行代工和贴牌模式 广泛布局中低端产品 形成庞大的品牌巨战 1990年五粮液公司的品牌只有三个 分别是高端五粮液 低端尖装和异地巷 而推行代工贴牌之后 五粮船五粮船等子品牌是纷纷就冒了出来 靠高端的主品牌打名气 靠中低端品牌充量 这让五粮液的营收 如同坐火箭一般是直线上升 比如从1995年到1997年 它骑下的子品牌五粮川 三年间营收就增长了六倍 2003年已经是行业老大的五粮液 再一次进行提价 当年出厂价有250元 提高至330元 账价近三分之一 然而这次大幅账价之后 靠子品牌充量的经营模式 弊端开始暴露无遗 由于品牌溢价被大量贴牌产品所稀释 五粮液集团是越来越难以兼顾 涨价与提量两个目标 而已经延伸出来的众多子品牌 也逐渐变得伟大不掉 不但低价行销 质量也难以保证 损害着五粮液集团的口碑 此后五粮液价格是再也涨不动了 2005年五粮液单凭价格被茅台反超 时隔七年后丢掉了中国最贵白酒的标签 同一年五粮液集团的净利润也被茅台超过 一代王者已经走向了他的末路 那在五粮液最为风光的时候 茅台在干什么呢 1998年 彼时茅台的年产量还只有5000端 无论市场占有率还是行业排名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对五粮液不构成任何的威胁 受假酒案的影响 这一年上半年茅台的业绩仅完成了全年目标的30% 厂里上下思考是怎么完成业绩度过难关 迷茫之中 袁人国是临危受命 接任茅台厂总经理 袁人国上台后呢 做了三件大事 营销垄断以及座桩空架 在营销层面 袁人国亲自上阵 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及报道 引用大量史料证明 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最爱喝的是茅台 以佐证茅台的国酒地位 于是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在21世纪初的时候 民间突然开始流传起 诸多有关于茅台的历史故事 例如 红军长征过茅台战时 周先生一口气就喝下了25杯茅台 粉碎私人帮时呢 邓先生又一口气喝下了27杯茅台等等 但这些类似的历史性文章 都是在1998年之后才涌现的 2001年茅台首次向商标局提出国酒茅台的商标注册申请 结果收到近百份同行的异议数 导致商标申请被驳回 然而茅台仍没有放弃 此后又8次提交商标申请 屡败屡战 在商标还没有注册成功的时候 茅台就已经把挂着国酒茅台的名称的装卖店 开得了每个城市的要害位置 其背后呢 是茅台坚决要利用政治进行商业包装的决心 在元人国铺天盖地的营销攻势下 茅台成功的打造了关旧形象 喝茅台与地位与权力逐渐划升了等号 此举呢 郑重白酒的主力消费群体 中老年男性的下怀 而在垄断方面 元人国充分吸取了五粮液贴牌代工模式的教训 谨慎发展子品牌缓慢扩增产量 2005年 当茅台净利润超过了五粮液的时候 年产量才只有1.5万吨 仅为五粮液的十分之一 多年下来呢 茅台控制住了扩张冲动 仅发展出了银边酒 王子酒 赖茅三个子品牌 而不是像五粮液一样 子品牌是遍地开化 像茅台一样 左手营销右手垄断 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的共同玩法 然而呢 茅台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市值冠军 必然有做的更绝的地方 茅台的独特之处 在于元人国的独家秘方 坐庄控架 1998年 当茅台扔山线销量危机的时候 元人国如同当年的马云一样 从厂内召集了17个人 见上自己组成十八罗汉销售赶死队 元人国清楚的认识到 茅台想要做大 仅仅依靠酒厂自己是不行的 还必须业于庞大的经销商体系组建利益同盟 为了招揽经销商 元人国和他的赶死队员们 争战大江南北 在各地举办白酒研讨会 订货会 甚至把30年50年乃至80年的 陈鸟茅台拿出来送给经销商 据元人国回忆 他还曾把各地糖酒公司的负责人 请到家里 亲自下厨招待他们 在公筹交错间 元人国向经销商们提出了组建价格同盟的建议 这个价格同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茅台酒厂宽囊的时候 元人国希望这些经销商们能拿出钱来 购买茅台积压的库存 帮助酒厂渡过难关 并且茅台承诺绝不降价 不会反手坑经销商们一笔 而当茅台供不应求的时候 茅台酒厂也不会大肆扩张产量 而是稳步提价 让曾经帮过酒厂的经销商们 充分利用差价倒买倒卖赚取黄牛收入 这样一来 上千家的经销商们就能汇集起成百上千亿资金 摇身一变成为茅台市场的最大的庄稼 维持着茅台指账不跌的神话 在经销商们的帮助下 1998年茅台成功完成了销量目标 安然度过危机 此后这些经销商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新世纪 随着中国新富阶层的崛起 白酒行情是重新建长 茅台酒厂于是履行承诺 每年稳步提价 从2001年到2009年 茅台厂出厂价从218元上调至499元 相当于每年涨价11% 而在出厂价与市场价之间 经销商们还可以额外赚得近30%的黄牛收入 2009年随着4万亿政策的出台 茅台迎来了最疯狂的时刻 由于太多的热钱在市场上涌动 众多资本瞄准了过去几年指账不跌的茅台 于是大肆进行团积炒作 2010年茅台市场价从650元跳升至1000元 一年之后再度跳升至2000元 此时的茅台已经基本脱离了消费的属性 成了一个金融产品 一瓶茅台的成本有多少呢 不少媒体对此做出过分析 以2013年一瓶茅台价1219元的53度飞天茅台为例 归属于茅台酒厂的净利润是598元 经销商费用也就是茅台酒厂给经销商们的让利有402元 这两者占据了一瓶茅台酒零售价的82% 而一瓶茅台的制造成本仅为21元 茅台酒价格的暴涨与炒作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也间接促使了2013年所谓的限制三公消费政策的出台 行业再次进入寒冬 不过有了上一次的应对危机的经验 这一次的元然国显得是得心应手 当武良业等其他竞争对手扛不住市场压力 翻番选择降价时茅台依靠着庞大的经销商资金托底 坚守着永不降价的承诺 这一次元然国又赌赢了 2015年之后高端白酒行业回暖 茅台再一次开始提价 此后的五年间茅台市场价有1000元 暴涨至3000元 无论在白酒行业还是在资本市场上 能够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的茅台显然活成了一种信仰 然而呢 对于茅台信仰的缔造者元然国来说 受到万一资本的敬仰与追捧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纸醉揭迷之下 他也逐渐迷失了自己 由于成为茅台特许经销商 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 不少商人对元然国本人是大家的贿赂 每天来找元然国批条子的人多达四五十人 根据纪录片国家监察披露呢 2004年以来 元然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 就获利2.3亿余元 其本人呢 则收收了30余人的财物 折合人民币超过了1亿元 例如 元然国曾违规批给贵州省员 副省长王小光100多端茅台酒 和四家特许专卖店 王家因此呢 获利4000多万 如此巨额的贿赂成本 最后其实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 直到今天 当元然国被定罪之时 茅台酒的炒作风潮仍然是越演越烈 茅台神话依然在继续 然而 茅台神话真的没有终结的那一天吗 其实啊 没有企业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而对于茅台和众多喝不起的高端白酒来说呢 下一代中国年轻人还能否接受白酒文化 则成为他们最担忧的事情 这一代年轻人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 相比于白酒呢 葡萄酒洋酒接触的更多 而且年轻人们还对白酒背后的酒桌文化感到极度的厌恶 二十年后当这一代年轻人成为主力消费人群时 以茅台为代表的中国白酒们 是否还能像今日这般蓬勃呢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 咱们下期视频